和您心意 大家好 我叫陈阳 今年32岁 来自辽宁沈阳 我是一名有着七年 机械行业工作经验的工程师 也是一名在读博士 在我的同事和朋友的眼里 可以用四个关键词 来形容我自己 诗人 歌手 学霸 专家 其实我想说 我不是诗人 也不是歌手 我只是用诗歌和音乐 来抒发我自己最朴素的情怀 我也不是学霸 也不是专家 只是申请了三十几项专利 写过十几篇论文而已 瞧你这个做死的样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希望找到一份知识产权文案相关 或是英语教育教学的岗位 或是产品研发的岗位 谢谢大家 歌手 专家 学霸 还有个什么来着 诗人 诗人 没有一个这个标签是好做的 我就很讨厌别人叫我专家 专家 情感专家吗 专家老是被拍的你知道吗 情感当中尤其是没有专家 说的好像我谈了一万次恋爱一次的 我就想问一下你三十几项专利里头 有几个是所谓的发明专利呢 三十几项专利里头 基本上都是实用心形和外观设计 所以你还不如不拿出来说呢 这个都是实用心形 你想有多少个都可以 只是多少钱的问题 你是博士在 博士在哪里 在沈阳工业 你本科是哪里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本科是什么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 你在国企是有八年的工作经历是 七年多 干的时间挺长的 毕业之后就在那 对毕业之后就在那 干什么工作 做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 离职了吗 现在已经和企业的领导到着 为什么要离职 干了八年 因为我想从一个产品设计的工程师 转型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你想多教师是吧 教什么呢 教英语 为什么突然想着教英语了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够把我记忆词汇的方法 推广给一些学生 提高学习的效率 那你是教口语还是教什么 教词汇 教词汇 对 那去应聘了没有 线下应聘过一些 但是很多方面不合适 就没去 什么方面不合适 比如说待遇方面 或者是课程安排的方面 你要求什么待遇 我要求在沈阳的话 应该是八千家 沈阳八千家 对 你只在沈阳吗 要是在北京的话 九千家 你上一份工作是多少钱 上一份工作六千家 六千家 对 他想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可能是之前的机械工作 太枯燥乏味了 对对对 对吧 再加上自己对于诗 对于艺术又有一些热爱 同时他给我们很多老板都写了诗 是吧 对 那是现场展现吗 可以啊 那我们先从曾花开始好吧 因为他说 他与曾花在十年前 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是吗 对 在某一个 十年之前 您去过我的学校 做过一个讲座 他就记述你了 来 过往就是成云烟 得失成败多体验 十年弹指一挥间 今朝舞台再相见 明日好还可以挺押韵的啊 你跟他就一面嘛 你什么叫往事成云烟 你是不是从那一刻起 就郁郁思念 刻刻不厌 我觉得曾总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就是创业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那你也没创业啊 但是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 因为我没有创业的原始积累啊 你八年你总存了点钱吧 嗯 是吧 对 行 还有给 还给谁做了诗 谁 许总 许总 谁 许夏琳 小鸭子 行 来 许总水平非常高 总览全局 一肩挑 万众创新谋发展 岁岁年年 有金招 什么跟什么呀 那你这个套用任何人都可以啊 跟他的鸭子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你跟曾花就量身定做 跟我们就随便来一首 跟鸭子有什么关系 对啊 没有关系啊 我们来现场来一首好不好 现场来一首 现场来一首行不行 能即兴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我们献一首给郭兰好不好 一个带字归忠的女人 好不好 要专属 让他听得懂是他的 别大家每个人都能套用 那好像有点难啊 即兴嘛 能 说到哪里是哪里 但我认为这种即兴很难的呀 对啊 就好比美酒不是一天酿成的 呦 你还挺矫情 我觉得写诗是一种爱好而已 并不一定要达到某种高度 只是用这个形式来抒发自己平时的一种心情 所以说我在台上就没有发挥出来理想的一个特点 行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吧 这个是我在企业做英文翻译的 跟这个我们客户的一个合影 这个是我做词汇教学的过程当中设计的一个联想记忆的模板 比如说我今天为我的职业生涯而来 职业生涯这个单词叫做career 那么从career这个单词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carcar和后边这个reer 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词汇的拆解呢 就是叫车car加上一个reer 就是职业生涯 这个reer就是看它的形态很像一个人的墨镜 这是你自创的 对 这个有没有得到教学机构的承认和实践 我私下用这种 私下用这种 我辅导过学生 对 那像李浩阳 像他这种个人的音语爱好者 然后自己发明了这种词汇联想记忆 没有得到这种专业的教育机构的一些实践的话 你不是够搞教育的吗 对 那你会用吗 是这样的 其实他说的这样的一些联想记忆 在二十年前的各种书籍里边都已经有了 而且写得很丰富了 对不对 对 而且有一些写得比你这个更全面更深入 那我觉得我还想问的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对英语教育感兴趣 对吧 你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读英语教育的硕士 英语教育的博士 那为什么你没有读呢 因为我并没有学过教育理论相关的专业课 那也可以考这个教育学的硕士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去读英语教育的硕士 或者是博士 是吗 还是因为考不上 不是因为考不上 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曾经试图创业带过一批学生 然后这些都是以前的 那是因为一个学霸的任性 对不对 因为你上的你又不去从事这个工作 那么你自己从事工作的 又自己还感兴趣的 但是你又没有深入尊业 你能给个理由吗 你人生为什么如此错乱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爱好和梦想之间的关系 好 OK 很好吧 就是这个解释 你今天来面试 除了英语教学之外 别的考不考虑 有知识产权相关的文案工作 知识产权相关的文案工作 其实张启明那是弄这个的 专门做专利的 对 但他没来啊 张启明没来啊 其他的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类型工作岗位的吗 没有啊 有有有 你有是吧 那个岗位叫什么 就是这个叫知识产权专员吧 他主要去申请一些这个 这个 助助行 是这个岗位吗 对 类似这种 你要求薪资多少 但是如果这个岗位的工作不饱满的话 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做师吗 我们可以去 你可以去申请一些专利 但是肯定不饱满 你到底想教英语 还想写知识产权呀 这两方面都可以的 这个两个差异好大 而且你现在在念的博士 又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有点分裂啊 对 本科是什么 热能 对 热能 研究生是 机械 机械 博士是 材料 材料 然后现在又做师 又要做知识产权 和英语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不 又教英语 因为是这样 因为 机械来讲 相当于一个人的灵魂 机械是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 结构相当于人的灵魂 材料相当于人的肉体 肉体 肉体和灵魂不能相脱离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我看到你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公司 已经做了七年的时间了 对 但你的月薪和职位 似乎都没有变化过 所以产生了七年之痒吗 我接下来的问题 七年之痒 你看着我干什么 七年之痒 我接下来的问题是 是不是正因为你 在外面做了这么多 不务正业的事情 它看起来是 导致你的主业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进步 到底是你是 七年这个一直在不停地进步 还是说你 你七年不停地 在重复一件事情 后者是不停地 重复一件事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跳出来 你今天跳出来 我觉得人终归是有一个梦想 终归 我说为什么七年 哪天都不跳 今天跳 对啊 这就是梦想的开始 你为什么不想到 到非你莫属来呢 因为我觉得 这是平台比较大 对 但咱们能不能现实一点 有点逻辑 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们有点逻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主要有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一个是 天哪又出三个方向了 三个方向 哪三个方向 产品研发 产品研发 知识产权相关的文案工作 还有呢 还有英语教育教学 这不就是比刚才就多了一个吗 又多了一个 三个里面 咱们排个序 产品研发排第一位吧 最好是跟机械相关 机械相关 工业设计之类的 对工业设计之类的 这是第一 第二 知识产权万万相关 第三 那个外语教育 诗呢 诗估计 我这水证不行吗 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 北京的话是9000家 北京是9000家 对 另外一个是7000家 可以 是吧 对 有地域限制吗 别的地方 深圳去不去 东三省或是北京 你诗人要面朝大海 深圳不去吗 可以 又可以了 天哪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面 三个很奇怪的人留下了 还有三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他想邀请曾花合唱一首歌 歌名叫 女儿情 诗阳你这个做法特别不合适 你知道吗 你当你喜欢哪个老板的时候 你应该支持他 然后你要知道他的强项和落项是什么 我都没有唱过六年了 我在这舞台上也没唱过歌呀 你就应该保护我 知道吗 别让我去丢脸 因为我是一个做事讲究效率的人 我希望是在这一个舞台上 能实践我两个愿吗 一个是找工作 一个是跟着唱 这曾花那个 他不跟你讲理 对吗 是跟着唱歌 就可以听说 你看看 你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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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说 你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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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好意思 唱得太差了 你为什么会选这首 因为这首歌节奏不太好 它有明显的那个 那为什么一首这样的歌 对啊 你觉得适合我吗 我觉得也很奇怪 你应该演圣僧啊 对 这不是愿与异中人相随吗 就是给我留灯了 那也就是说 其实她是你的异中人 对 其实你对于曾花 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我觉得就是 这十年来 你一直想着她 但是我是指对于一个 企业家偶像的 对对对 就是吧 算是 所以你也想创业是吗 对 你很想去她的公司 有一项 她公司你那三个岗位都没有 对啊 但是 你去她的公司做圣僧 今天梦想完成了 对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今天很荣幸 在这个舞台上 实现了自己两个演奏 第一个愿望就是 有勇气站在这个舞台上 寻找一份合适于自己的工作 第二个梦想就是实现了 就是能和曾总合唱一首 拥抱一下 但是我觉得 虽然确实唱歌不是我的强项 但我觉得站在晨阳身边的感觉 还是挺好的 为什么 这种感觉是 我觉得他很会照顾别人 他是一个弟弟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他如果说 一份事情交给他 他应该是很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素质很高 素质很好 是吧 祝福你们 张老师 请解读一下这个迷一样的男子 这位选手呢 各项得分不太高 这个宜人性 竞争性 得分不高呢 主要还是出自于他自我的一种 欣赏 这种原因吧 所以呢 他在行为上可能更多表现出 随性和任性的这种成分 有两项 成绩不是太理想 一个就是自信 自信得分非常低 几乎是自卑 那么这种自卑主要出自于 他对职业能力方面的自卑 之前所做的工作呢 可能更多的是 规范性的工作 所以呢 新的进入企业当中呢 这个职业能力 他觉得是很难是驾驭的 第二呢 就是职业清晰度也不高 所以虽然是你博士在读 但是呢 很难按照你博士的水平 来评价你 你要是选择其他的岗位 你能给你评分 也就是七分 那个 就是你以前教的学生啊 他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成绩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词汇量就是更讲究技巧一些 就像刚才我展示的那个PPT一样 你能讲个具体的案例吗 你这么说就好像我说 我赚了很多钱 你主要说你怎么赚的 对吧 赚了到底是多少 这种是需要做很多 就是展示的那种工作 现在我口头可能很难表达 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有多少学生 对吧 具体或者说哪一个学生 他原来词汇量多少 增长多少 他考试成绩提升了多少 二十三十个学生 词汇量大概从两千提高到四千左右 那多长时间呢 大概在四个月到半年左右吧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